Hello 各位觀眾 大家好 我是Grey 今天我就想趁熱打鐵 趁著第二季完結的時候 來講講我一直都很想抽時間單獨講講的作品 我內心的造告念頭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上年第一季最初播放的時候 關於這套作品的輿論 絕對並不是好像現在那樣一致好評 倒不如說是有少少微妙 但後續憑著實力證明自己 到如今第二季完結的時候 甚至已經被不少人說是近年最佳的戀愛作品 是戀愛作品的天花版之女 是不是天花版我就不討論了 但它是極為優秀的作品 我相信是無庸置疑的 到底我內心的造告念頭 是如何在如今工業唐禎還行的時代下脫穎而出 今天我就想好好講講 在我眼中 它是怎樣完成這場驚人的逆襲之路 憑什麼被人捅上神台 俗語說戀愛作品下限看女主 上限看男主 我覺得這句說話說得非常正確 在二次元最不缺的就是 討起可愛的女角色 以戀愛為賣點的作品 有個可愛的女主角撐場 說是基本中的基本倒不為過 但相比之下男角色往往都會被人忽量 但數回過往經典的戀愛作品 果青、龍與虎、物語系列等等作品 他們的男主角都擁有著 跟女主角相比 有個之而無不及的塑造與美力 而這套理論同樣可以套用在今日的主角 我內心的造告念頭 山田的確是一個很可愛的女主角 但本作可以收獲如今的評價 我始終認為驚太郎才是最最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今天的影片我就不想再講 很多人都讚過很多人講過的 什麼角色塑造很好 音樂很好聽 台詞設計很優秀 內心描述很細理 這些大家都知道的層面去講 今天我想將內容主要圍繞在驚太郎身上 更深入一點去講 講到驚太郎 我相信大部分人對於他的第一印象 都絕對好不到 就算撇除初登場的性格 只是外形都已經不是會特別受人喜歡的女型 跟傳統異常的校園戀愛作品男主角有很大的出入 但在後期卻逐漸成為人人讚好的男主角 所以說驚太郎的成長都可以說 正正就是我內心的糟糕念頭這套作品評價的縮影都不為過 驚太郎的魅力是什麼呢? 內向、自卑甚至心中需要有不少造高的念頭 如果以香港的說法就是比很多人所說的獨能 但這些內向、這些自卑 卻正正就是令驚太郎獨得的元素 在如今不少校園作品中 為了附和快餐文化 往往會更傾向描繪青春的美好 又或者極端地去描寫校園的黑暗 將故事的結構設計得非黑即白盡量簡單 但這樣會使得很多作品缺少了一份真實感 因為現實中的青春並非只是美好或者黑暗 更多是兩者之間來回橫跳的混雜體 不論是好是壞、成功或失敗、陽光或陰暗 它們都是青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將它們全部含蓋的才是名為青春的真正樣貌 驚太郎的角色可以說就是好好地去體現青春的兩面性 可能很多人都已經忘了 我內心的糟糕念頭故事的背景設定是初中而不是高中 而且這並不是一個名存失望的設定 作者是有好好去觀察 作品中的而且確有描寫出初中、高中之間那種微妙的差別 並不是打著初中的背景 結果都是用同一般高中戀愛作品預出一次的展開 如果說高中時期是內心逐漸邁向大人的過程 那初中時期其實就是開始去認識自己的過程 而在這個過程中任何日無可避免都需要面對各種迷惘、延惑和痛苦 如何跨過它們可以是一生的課題 而最初面對這些難題時 驚太郎的做法就是選擇去否定、去逃避、認真面對的人才是愚蠢 以高高在上的視線去否定認真的人 自己的想法才是正確 其實這種風氣我相信在現實世界中都是這樣 不知為何不少人往往都喜歡去嘲笑一些認真的人 就好像上課經常舉手法文的人會被人私底下攝攝私語 大家似乎寧願不懂都不會想去解決問題 所以早期驚太郎的形象先不說吐不吐氣 但在不少地方我相信是能夠勾起觀眾心底下的小小功名 但你說驚太郎知不知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他當然知道 但畢竟他否定他們自己的內心會好過些 雖然我不敢一概而論 但這種想法很多時就是源自於自卑 他們不敢為一件事情拼盡全力 因為怕出盡全力後卻失敗 所以選擇逃避 所以去否定其他認真的人 希望他們失敗 然後說出我早就說了 而去踏出一步去承認自己的軟弱 正正就是最困難的地方 亦都是很多人由始至終都沒辦法做到的事情 我內心的糟糕念頭中 的確驚太郎和山田之間的感情戲是很甜 但顯然作者並不是只是想普普通通排下堂 然後就此作罷 撇除兩個人的互動 驚太郎在過程中一次又一次嘗試去面對 內心內向自卑的自己 去承認自己心中的奈藥 去嘗試做出改變的行動 更是存作中極為重要的部分 而作者在驚太郎的內心上可以說是用了大量的篇幅 慢慢一步一步去展出驚太郎的成長 成長這個主題可以說是藏於所有作品之中 但可以真正刻畫好的作品並不是特別多 很多時候有些角色與其說是成長 倒不如說是好像變了一個人 在缺少足夠鋪電的情況下 角色行動的大幅度改變 並不會是可以令人感同深受的成長 而在驚太郎的情況下 我相信對比作品早期和後期 驚太郎的成長大家都有目共睹 我們都會認同驚太郎的改變 但無論驚太郎如何改變 人的天性並不是說變就變 驚太郎內心的糾結可以說是由始至終都未曾停止 是前進是後退 每一步都是和自己脆弱內心的搏鬥 也正因為有這部分的刻畫 這種進進退退的情況 一邊強調著他就是當時的驚太郎 同時又更加突顯出他成長的價值以及重量 這種在千萬九結後的改變才如此觸動人心 現實中我們可能沒有喜歡自己的校園女神 但驚太郎所面對的掙扎 她是人人或多或少都會有所經歷的事情 我想說她就是這些真實令人有所共鳴的地方 才造就了我內心的糾糕念頭如今的一致好評 事實上很多時候纏繞自己的種種煩惱 並不是輕易兩三下就可以化解 除了直面他們 承認他們 接納他們 別無他法 老套的說句就是學會和自己和解 在不少作品中選擇的做法就是 因為遇見愛情 所以主角有所改變 但有比於不少作品的套路 我內心的糾糕念頭的做法就是 因為想要得到愛情 所以渴望改變 前者有一種被動地被改變的感覺 而後者則是主動地改變 由結果來說可能差別不大 但其實觀感上是會有幾大分別 前者如果處理不當 可能會有一種卑微的甜狗感 例子就是出造女友 後者則更加是突顯主角的個性與自主 愛情不是可以消除一切煩惱的萬能凌藥 實際上京太郎和山田相處後 大部分的煩惱都是源自於山田 心中的自卑感都越發強烈 自卑和渴望得到的這兩種矛盾情感不停碰撞 但因為對山田的感情 因為渴望可以成為配上對方的人 渴望得到自己腦海中所描繪的未來 便願意一次又一次去踏出 很多人最後都未能踏出的那一步 去面對過往一直逃避在自己內心中的造告念頭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的話記得在下面按讚告訴我 對於我內心的造告念頭這套作品 有什麼想分享都很歡迎在下面留言 接下來我也會製作更多ACG相關的影片 有興趣就訂閱我的頻道 也可以追蹤我的IG 我會在上面發放新發言資訊 以及部分無機會造成影片的動漫評論 還會分享我追蹤時的即時感想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